沿着隔制路速食店旁的巷子一路往下走 打开外头大门最先看到的是 一个人走还闲窄的狭小走道 里头还飘着潮湿气味 这是文化大学原同学的租屋处 三到四平的单人套房 没有对外窗一个月房租要六千多元 因为我自己是打工 就是自己出房租 然后如果加上学代的话可能少一点点 可是还是算占满一大部分的 如果可以 就是跟学校的宿舍差不多钱的话 当然是更好 文化大学周遭地匣人抽 也有同学考量用同勤时间换取租屋品质 往山下找一个月一万两千五百元 租到这间七至八坪双人房 环境名线好了不少 因为也还是学生 然后租到一个月一万多块的房子 其实也会觉得是蛮浪费的 山上很多劣质的房子 就可能避挨或者是超市 就避开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你只能去选一些稍微贵一点点的房子 让自己生活好一点 而分析全台大学房租行情 北部台湾大学一瓶一千七百一十元 文化大学一瓶一千两百七十九元 中部风假大学一瓶八百三十八元 南部成功大学一瓶八百零三元 南台科大一瓶七百四十二元 高雄科大一瓶七百七十四元 台大附近房租高居全台最贵 到中南部直接大开一半 小市到有便宜一点点 住的话比较明显 就是租房子的话 房价比较便宜 然后电费也会比较便宜 租金的话是三千五 考量点就是当然是租金的问题 就是能便宜尽量便宜 中南部学生租金负担轻松不少 不过台湾学生也别太难过 来自欧美的台大交换生 就认为自己的国家房租比台湾更吓人 各地学生观感大不相同 但对于北漂来念书的学生 光是租金就占掉一半以上的生活费 住宿跟生活品质永远只能二选一 毕业后买房更是遥不可及 也难怪台湾青年学生 对未来充满无奈与彷徨 欢迎讯阳哥前卫张元春台北台南报导